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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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你好! 這裡是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 室內設計以及證照完整考照班 我是室內設計證照班的講師張和謙 在室內設計實務界工作有超過25年 我的證照教學今年已經超過第10年了 我本身在整個證照的輔導入取率 在107年是百分之百全部的學員考上 那歷年平均的入取率都超過8成5 我們為什麼要考這一張證照呢? 是因為我們整個室內設計隨著時代的進步 政府對證照的要求的比例越來越高 再加上我們整個室內裝潢 跟室內設計的差異性就是在證照 從整個住家到商場 慢慢的整個法律的姿勢也在提升 對室內設計師要求 也慢慢的從上整個證照化 像目前在六都裡面來講 比較有規模的百貨公司 裝修之外要有具備裝修指導 然後呢整個專櫃的施工 也需要室內設計以及技術師的設計師的簽證 才能施工 最大的差異性呢就是在早期的室內設計的考試呢 上午期呢是考A1的室內設計的表現技法跟透視法 那下午呢是考整個住宅的設計 那在108年之後呢 上午期呢轉換成考平面配置 下午期轉換成室內設計的考試 那早期只有整個題目的平面圖的公開 那到現在把整個平面圖呢 包含管道間啊窗戶 整個題目的需求呢都告訴各位 所以呢同學在準備這個室內設計技術師考試 為什麼那麼重要是因為呢 現在的法令有要求 如果你在從事室內設計裝修設計呢 你只有施工的話呢 欠缺了室內設計技術師這個認定 就比較沒有辦法呢獲得更好的收益 我們這邊的教學呢 我本身是教所謂 能夠運用在室內設計的快速解除的方式 那也不是背圖 然後能夠讓同學呢 用自己畫圖的特色去找出自己在考試 跟將來做設計的優點 那同時間呢我們不是影音機的教學 所以我們每個圖都讓每個學生有自己的特色 各位同學要知道喔 整個考試呢 像今年考試呢 是由各班自由去抽集 所以有那麼多的提醒 你沒有辦法在短期內呢 能夠背出六張不同的平面圖的需求 再去轉換成從A到F 三十六個變化之外呢 還要去研發整個透視圖 不同的角度 再加上今年有加考了一點透視圖 雖然有把大樣呢公告給各位同學 可是相對呢 同學要付出更大的心血 找出真正的工法 中國文化大學進修推廣部呢 在辦理室內設計呢 跟工程管理徵兆呢 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了 這也是有系統有計畫的訓練 成為一個正牌的設計師 那歡迎各位同學來加入我們 謝謝 謝謝